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现在我们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前端的项目跑在3000的端口上 另外一个呢 是后端的项目跑在7001的端口上 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3000端口上前端上展示的是Hello World 然后我们再打开7001端口 那么它展示的是一个登录的页面 实际上这个登录页面现在放在后端 那在做前后端分离的时候 或者说现代化的前后端开发的过程中呢 一般来说页面的东西 我们会让前端来进行处理 我会把它放在后端代码里进行展示的 那么我这节课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后端登录相关的内容 迁移到前端里面来 那么我需要在前端的项目中 去写这样的一个登录表单 要写一个美观的登录表单 对于前端的同学来说 一般会用react相关的组件库 那我们就使用onDesign这个业界里用的比较多的组件库 我们点击onDesign官网下面的开始使用这个按钮 进入到onDesign对应的官方网站 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去使用onDesign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安装onDesign 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前端工程里面 找到前端工程3000这个单口上 我停一下服务 运行npm install onDesign 刚刚save回车 onDesign它也是使用TypeScript进行开发的 所以使用onDesign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大量的组件都有对应的类型 可以供我们使用 一会儿大家就能看到 使用它作为组件库配合TypeScript对应的一些优势 OK那么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安装时间之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onDesign安装到我们项目的依赖之中了 那么在index.tsx里面 我们要引入onDesign这个组件库对应的CSS文件 怎么使用呢 可以在这里我们往下翻 直接使用onDesign里面的这个CSS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复制一下这块的代码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在index.tsx里面去使用CSS文件 OK 那么现在整个项目是不报错的 然后呢 我要创建一个这种login对应的页面对吧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打开onDesign官网的顶部 去搜索form表单 然后点击进入到form表单 往下去翻一翻啊 实际上我觉得像这块这样的一个表单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我们呢就来使用这个表单去构建一个登录页面 在这里面找到app.test 那这块呢我可以简单的去写这么一个东西啊 我先把样式写出来 OK保存一下 然后呢它return的是一个DIV 那class的名字 就给一个classname 等于比如说叫login-page 然后呢我去写一个这样的文件叫login.css 然后去引入当前目录下的login.css文件 保存 然后我去写一下这个login page啊 在login.css里面我们去写一下login page 那它呢我给一个ys300px border呢给一个e像素solid 锦号我们给一个ccc吧 然后呢我们给一个margin 让它左右上下居中0 或者呢给一个padding吧 上下左右都给它一个20像素的间距 但是padding最好写在border的上面 OK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页面上 我们来看啊 到前端的页面刷新 它现在会提示有问题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把前端的服务给停掉了 所以我们要运行npm start 重新启动一下前端的服务器 好 这个时候3000端口再重新启动 helloword呢已经展示出来了 那只不过现在它并没有居中 我现在让它居中该怎么去写呢 我可以给一个margin对吧 022 然后上下呢最好给它一个20像素 或者说100像素吧 这样的一个间距 保存 再回来看 helloword就在这了 只不过现在我想把表单的内容啊 填到这个区块里 那可以到undesign官网上 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点击复制代码 把这个区域的对应的react代码和组件的代码 我们复制出来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页面上啊 这块我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把这块东西全部都给它干掉 直接用或者全部干掉 其实有问题的 我先全部干掉吧 直接这么去写 把内容粘贴过来 你会发现它会报一坨的错误 我慢慢来改啊 我先把下面这块最小化 首先在这块它有一个form.create 然后react.dom.render 那现在我不要它render了 我直接呢 export default wrap the normal login form 把这个组件导出出去 OK 这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那么所有的form表单 我之前写了一个叫做 login.css这样的文件 它最外层呢 会有一个login.page这样的DIV元素 现在我干掉之后 这个元素就没了 所以在最外层我要加一个DIV plusname 等于login.page 然后把这个DIV放到最底部 保存一下 行 我们再往上翻啊 这块它就会报一堆的错误了 说什么react找不到 然后form找不到 那这块涉及到大量type script 像样的东西 我们一点点来写 首先呢 我们import解决第一个问题 component from react 那这块呢 我就用component就可以了 OK 现在它处理一个点击事件 对吧 也就是handle submit 当我点击form表单的时候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我点login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校验 所以它会有一个校验 对应的处理方法 叫handle submit 那它会提示e有问题 为什么呀 因为在type script里面 你不能直接给这个e 这样的一个参数 什么类型都不指定 所以呢 它是一个事件类型 那你可以先给它一个ending 让它不报错 OK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呢 e就不报错了 但是它会提示 form表单不存在 或者说form这个属性不存在 因为呢 在这个normal login form 这个组件上面啊 我是不知道它会接收到form这个属性的 外部 我是不知道会传这样的一个form属性进来的 它是谁传递进来的呢 实际上 当我用undesign的form表单的组件 去包装这个原来的normal login form的时候 这个包装的过程 也就是form create的过程里面 会往这个normal login form组件里面 去传递这样一个名字 叫做form的属性 但是现在我通过type script 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type script感知不到 你这个form到底是哪里来的 就会报这个错误 那怎么才能让type script 不报这个form 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呢 其实需要这么去写啊 首先我在这儿要定一个interface 叫做props 那其实这个props 它呢 在告诉我的组件 props 也就是外部传递进来的参数 到底有什么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form 那它的类型呢 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any 好 保存一下 当然呢 后面我们会对这个form 做一些改良 那么这个时候 我告诉我的组件 实际上 我的trops里面 会有一个form字端 那它的类型是any 但是告诉的这个过程 并不是你定一个接口 直接它就告诉了 而是需要你通过 范形的形式 真正的去通知这个组件 关于trops相关的内容 那怎么去写啊 实际上在这里 我通过一个范形的语法 把props传递给我的这个组件 这样的话 这个组件就知道了 我呢会接收props props的类型呢 在上面你会去定义 它里面有一个form 类型是any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props 通过范形的形式 传递给组件的时候 那么 是不是form这块 就不报错了呀 好 这块它还会有一些报错 比如说会报error 它呢 我可以给一个stream类型 其实它是一个any类型 也给一个any 现在我们就把它写成了一个any script 对吧 一会我们统一来修改 那这块呢 它也不报错了 我们再往下去走啊 说div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 其实这块 是因为我们现在写的是 gsq的语法 那么如果想 gsq能够正常的运行的话 你必须要引入react 对吧 就这块你要importreact进来 再保存一下 OK 所有的东西都不报错了 那我的代码呢 就变成了一个能够运行的type script 对应的代码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啊 进入到前端的这个位置 刷新 好 它能够把我们的东西展示出来 但是样式好像不对 也就是样式没生效 这是因为啊 我们写了login.css文件 但是呢 覆盖的时候 并没有引入它 所以import login.css 保存 然后再来看 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 我们比较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登录态的表单 那我对这个表单 一些没用的东西 做一些删除 user name现在没用 下面这个remember me 包括for god password 其实都没什么用 所以我在我的代码里啊 做一些精简 那首先呢 form item第一个 也就是user name这块的东西 我把它删除掉 再来看啊 请输入你的密码 这块我改成中文 请输入登录密码 OK 那在下面呢 有一个remember me 这块里面的东西 没用的 我把它删除掉 只留一个button 好 button这块呢 它的内容给它填写成一个 叫登录即可 class name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login form button 这个其实没什么用啊 保存一下 干嘛再做一些格式化 OK 然后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一下 那现在我的登录页面呢 大概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块我可以给它的高度啊 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些处理 点开控制台 找到登录这个按钮 对应外层的login page 我呢可以让它的padding bottom 等于一个零 我们看一下啊 OK会好看一些 所以呢我们改一下啊 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去找到login CSS padding呢 我就给它一个上 OK 右 20 下呢给它一个零 左也是20 保存 再回到页面上刷新 那现在呢 整个的登录页面做的就比较好看了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app.ts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登录组件 这节课呢我们使用了untdesign 那在untdesign里面 你想做这样的一些表单 其实非常的简单 拷贝一下untdesign的一些事例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码啊 首先呢它这里面 render也就是一个form表单 当这个form表单提交的时候 会触发handle submit这个方法的执行 这里面呢会有几个表单项 第一个表单项呢 名字叫做password 对吧 这块ru表示它的一些要求规则 比如它requered true 也就是它是必填的 message呢 就是如果你不填的话会提示 请输入登录密码 我们可以试试啊 我不填它会提示 请输入登录密码 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input框 对应的也就是这个input框 好 往下看有一个按钮 submit对应的按钮啊 也就是这个登录按钮 当你点击登录的时候 它有一个submit对应的操作 那么就会触发 unsubmit对应的这个函数的执行 那它就会去检验一些东西 这个函数在做什么呢 这个函数首先阻止默认行为 然后通过props.form 能够拿到表单里所有的东西 做校验 如果发现 它不符合你这些ruth 比如说b填的这些校验规则的话 那么就会爆一个error出来 这里面的逻辑是 如果没有error 就说明你表单验证都通过了 那么它会把表单里所有的值打印出来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我打开控制台 我来试验一下这块的逻辑 刷新一下 在这里我述一个内容 比如说333 它符合这个b填的一个要求 我点击登录 它会把password333打印出来 就是这一块它对应的逻辑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 一是带大家去使用了一下onDesign 第二个重点就是 当我们在写react代码的时候 创建一个组件的时候 可以通过范形 把组件接收的props 外部参数的形式 在范形里面去定义 那这块我定义了一个props这样的类型 那它里面会有一个form 意味着你在这儿写这样的一个范形语法 再告诉normal login form这个组件 它接收外部传过来的参数 里面会包含一个form这样的字段 这个时候你再用form里面的validate fields 它就不会提示你form不存在了 所以这节课就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onDesign 第二个是通过props 范形的形式 告诉组件里面 外部传过来的参数有哪些 好 那大家呢 把这块的代码自己呢 仔细的去浏览一遍 因为为了讲解type script 实际上关于react onDesign相关的内容 我其实介绍的比较少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惑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提问 也可以在群里讨论 那每一节课学习清楚之后 再往下进行后续的学习 大家加油 一些明古代码自己的鸡視